我们上次 比你作本传承上次 上次少为好事 大家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一部世界 第一部是摆地摊的人 有一例是摆地摊卖然后 但时机不好 生意实在很长 手装的钱不够 两家户口 吃饭也不胜 有一次到自住餐厅 家人只能一人一碗白饭 住住餐厅的汤汁大窝汤 自己拿汤碗去装 不用多付钱 于是一家人拼命拿汤碗喝汤吃白饭 餐厅老板注意到的 其他客人也很差异 弟子与家人吃到泪流满面 也非常羞耸大 无可奈何 没有钱 口也拿大脚失尊不灭 我在三月中知道此事 其中非常能够 进贝路弟子梦中教授他简单的念诵法 因为生意点的他不会 他没读书不识字 念诵法是出门生意经 一脉就是一道观世音 东也一群佛 西也一群佛 南也一群佛 北也一群佛 佛佛佛一切吉祥 破品全麦去 那位弟子 虽归但 什么经也不会 什么法也不会修 什么咒也归齿 但实在家具快破不下去 家中无格数字量 一到三餐破均的地步 我入梦收方便生意经 百地坛的地址一醒来 却记住了指念诵法 一炷香百地坛出门前念七天 哈哈 人情一走过他的汉子 便停住脚步 不仁已去 随手就买一件二件了 生意果然有改变 比以往改好了几倍 他念越勤生意越好 这简简单单的出门生意经 很好记 很好送 他好喜欢 菩萨和佛就是这样 这么方便 随缘就众生了 谢谢大家